这个皇帝28年没有上朝 但也没人夺取皇位 打开他的陵墓才发现真相 大家好 看七路说史畅聊历史 奇闻去世 在我们的印象中 似乎上早朝是皇帝的每天必做事项 但明朝的一位皇帝就比较特殊 他在位期间有一半的时间是不上朝的 是历史上有名的幕后皇帝 讲到这里 相信很多朋友都能猜出他是谁了 没错 这位皇帝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万历皇帝 他不仅不上早朝 就连微夫私访这样的去民间体察民情都没有过 他的眼里仿佛只有他的后宫 很多人说明朝国力的衰弱 甚至到后期的灭亡 万历皇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是公事过全无对错 后人评说便去评说 如果要客观地评价一下这位皇帝 虽说他二十几年时间不上早朝 但他对明朝也确实是有贡献的 万历是他的年号 他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玉君 也是明神宗 在位四十八年 在大明皇朝的历代皇帝中 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在他登基时年仅十岁 由张居正代为管理朝纲 大家应该都知道张居正这个人物 人称万历首辅 出生在京湖北荆州 万历初年天子赏且年幼 一切军政大事都是张居正全权负责 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对黄河治理保护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居正在财政军事等各方面 皆表现出杰出的治理才能 启用七级光 李承良等名将为大明镇守边关 七级光是大明抗窝名将 同时也是一名书法家 小时候的他家境贫寒 但他爱好读书并且始终坚持 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 在军事上的才能更是杰出 他喜欢钻研兵器 堪称是一位兵器专家 发明创造出的火器 建造的战船等都在抗窝战事中 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而李承良同样是明朝明将 根据明史记载 李承良祖上因为避难 迁居到了朝鲜半岛 而到了明朝 形势稳定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国内 他出生于嘉境五年 庆隆年间出漏锋芒 当时正赶上蒙古军队来犯 李承良指挥军队进行抗击 大败蒙古军队 一战成名 此后镇守边关 为大明江山的稳定 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立下赫赫战功的他变得娇奢 也正因为这样 才遭受到众臣的弹劾 万里年间也并非是 一直风平浪静 初期就发生过西南叛乱 这时的张居正启用 凌云义 殷正茂等平定叛乱 凌云义在嘉境年间中了举人 其实在明朝中叶 就已经有民事起义 其中以罗庞山的姚明 规模最大 最难剿灭 到了万里年间 姚明因官吏的磕磕压榨 无奈之下再次揭竿而起 而他们依托大山 官兵根本无可奈何 凌云义率领大军 以铁壁合围等方式 对启示姚明进行了残酷镇压 殷正茂同样是平乱名将 他和张居正是同榜 最有名的功绩就是 平定了古田壮族 维吟报 黄朝猛的叛乱 可以说 大明朝在张居正的治理下 国力建政行事大好 然而这位万里首府 于万里十年与世长辞 张居正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 得罪了不少的权贵 树立了很多政敌 同时他也是小皇帝的老师 对明神宗要求极为严格 幼年丧父的万里皇帝 对自己的这位老师 显得非常惧怕 李太后甚至有时会拿张居正 吓唬调皮不听话的小皇帝 有一次醉酒的皇帝在宫中闹事 李太后拿出他一本霍光传 以为再不听话 便让张先生把皇帝废了 皇帝惧怕张居正的同时 也渐渐对自己头上的这位臣子 产生了其他的情绪 在张居正告病请辞 没有获得允许的两年后 便因病逝世 这时的神宗正是二十多岁的年纪 张居正的政敌联合上奏 对张居正进行弹劾 堆积如山的奏折 全部是关于张居正的 于是万里皇帝下令抄家 派兵封锁张家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只是饿死的人就有十几口 张居正的长子 因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而自杀 儿媳自杀魏国 选择了自毁容貌 最终在张居正家里 搜出大量钱财 幸好皇帝听从了众大臣的劝谏 张居正才免遭鞭士的羞辱 至此张居正所推行的新法 也是以失败告终 万历二十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从这年开始 明神宗开始慢慢地远离朝堂 身居后宫不见人 引得诸位大臣纷纷请命 但仍然是无济于事 国家依旧稳定运行 仿佛并没有因为皇帝的缺席 而受到较大的影响 原来这和明朝的制度 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创立大明的时候 就已经新设了一种 用来制衡大臣的制度 我们都知道 在明朝的历史上 从来没设过宰相职位 朝中缺少了这百官之首 就像是失去了主心骨 无形之中 对皇权的集中 起到了巩固作用 再者就是明朝皇帝的贫妃们 都是出生民间 朝中大臣和这些妃子 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亲属关系 这就有效地防止了 后宫干政和外戚乱政的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 明朝的东厂和西厂 是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机构 在当时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他们是皇帝的耳目 负责监视天下的一举一动 归皇帝直接领导 大明的军队 实则也都是掌握在万利皇帝手里的 要凭乱 要开展军事行动 都是皇帝自己说了算 所以万利皇帝看似不理朝政 但其实天下的风吹草动都尽收他眼底 江山坐得比谁都稳 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万利皇帝对于治理国家 确实很有自己的一套 那么他又为什么每天 身居后宫 以不务朝政 沉迷享乐的面目世人呢 原因可能是 一来朱义军在一开始并未亲政 而是受制于母后 后来又遇上张居正的严加要求 当大家都对他抱以极大的期望时 压力过大的万利皇帝 在政治上出漏锋芒 获得皇权的绝对自主时 干脆选择了另一个极端 抛弃了朝堂江山 当一个纵情欢乐的自在皇帝 另外则可能和在他陵墓中的发现有关了 万利皇帝的陵墓是最早被发现的 明代皇陵其中有很多具备较高研究价值的明代的物件 万利皇帝本尊则是让大家震惊了一番 考古学家在对万利皇帝本尊进行颐核检测的时候 发现他的盆骨形态出现异常 两根腿骨不一般长 这似乎对万利不上早朝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的骨骼发生过严重的生理性病变 借助现代医学手段推演 基本能够证明当时的万利皇帝实则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连普通的生活自理都很难做到的他 更别说上早朝了 皇帝的身体状况也是当朝机密 一旦他的这种身体状况泄露出去 在内忧外患之下 很可能会给当时的大明带来灭顶之灾 这样看来万利皇帝选择荒废朝政 似乎也是有难言之隐 当然也有人说灵寝中发现的他是因为要顺应北斗七星的星位 保持帝王之气不散 所以才保持那样一个姿势 而他不理朝政是因为单纯的不详理 对于文武百官的一些干涉产生了厌烦 历史已过众说纷纭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 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或许比历史故事本身更重要吧 好了 本期的齐鲁说史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